大家好,我是阿姆社区的黑天鹅 然后今天跟大家讲一讲ArduPanel的第二讲 第二讲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分析任务列表它是如何执行的 第二个方面是分析里面的一个例子 就是任务列表里面有很多任务 然后拿出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进行分析 分析它是如何执行的 我们拿出来的例子是RGB LED就是那个三色针 第三个是分析完了这个RGB LED之后 我们如何添加自己的应用 把自己想写的代码写进这个非空里面 然后让它执行 主要是讲这三个方面 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方面 就是这个任务列表是如何执行的 首先这个任务列表有这么多任务 里面每个任务大概分为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你的任务任务的参数 就是这个 这个任务进去就是会跳到 跳到相对应的函数里面 然后第二个第二第二个参数就是 执行的频率 比如这个100就是100赫兹 就是每100赫兹执行一次 就是0.1秒 0.0 0.01秒执行一次 然后这后面的是130 130是指的微秒 130微秒 最大的执行的时间 这个任务最大能执行的时间是130微秒 其他的任务就是依此类推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是如何如何能通过这个任务列表 然后完成各项任务的 他为什么能够能够从这个这个任务里面就跳到相对应的函数里面去 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这他是如何保证 就是按这种按一按这种周期来运行他的任务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 嗯 他是如何保证 嗯 这个任务最大的执行时间不会超过 呃 他这所规定的这个时间 嗯 那接下来 就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首先 首先这个setup 在那个 这个setup就是非控的初始化 在这个初始化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 这样的语句 呃 这里面就是任务列表的init初始化 然后初始化里面就传入了这个任务列表的d 呃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速度 然后这个零 零的话就是 嗯 就是第零个数组 的地址 然后这后面就是 呃 总共有这么多个 这个数组里面总共有这么多 呃 这么多个数 大概就可以这样理解 然后我们就可以跳到这个init里面 呃 看到这个init里面就是 这就是第一 刚刚的 任务列表的第一第一项任务的指针 然后它就传给了这个-task 就传传入进来了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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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这这一个就可以代表任务列表的指针了 然后这后面这个就是有多少多少项任务就给了 number task 嗯 然后这是一个初始化就是把呃 把里面的一些last run什么东西都归都归零 就是这个意思 呃 初始化完了之后 然后它就会执行 rope 就会执行里面的这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 嗯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呃 这里面有一个有一个timer timer 这个是一个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就相当于里面有一个64位的技术 技术器每一毫秒技术以每一微秒技术一次 就是这样每一微秒技术一次 然后这个它会不停的累加 如果溢出之后又重新归零 就是这个意思 它就是一个技术器来获取的来记来表示当前的时间 呃 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 呃 那么timer timer timer就那这个timer就表示进入这个路付当时的这个时间 然后这里面有个timer 呃 vainable 这个的话就是可以可以用的时间 看看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可用的时间 可以得到的时间 然后它是怎么算的呢 就是用之前timer 这个timer就是进入路付的时间 加上这个是22500微秒就2.5毫秒 然后再减去当前的当前的时间 然后这个里面 然后这个里面意思就是呃 你进来进来之后当这个时间 然后减减减去 减去我运行运 中间会运行一段其他的程序 然后把这一段程序的时间给 给算出来 然后用2.5毫秒减去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 所以就可以得到它剩下来的时间 它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算出了它 可用的时间 然后就可以进行运行 啊 它任务列表里面的任务了 这个里面其实有个优先级 它的优先级是发射路不是最高的 就是整个路付里面的循环时间是2.5毫秒 然后发射路不是优先 优先完成的 它在前面 然后发射路运行完了之后 有多余的时间 然后再给任务列表里面的这些任务 所以发射路部 它是400赫兹 的频率来运行的 然后其他的任务列表里面任务 它就不一定能够保证自己一定能够完成 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再进来看一下这个run 这个run的话 然后这个run run里面就是运调开始调度调度里面的一些程序了 就开始调度任务列表里面的程序了 然后看一下它是如何执行的 首先进来 这个里面会有很 我们就按按照当时的三个问题来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的 他可以直接通过任务列表里面的 这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然后跳到对应的函数里面去 我们就找就找里面的 我们就找里面的那个 方 方式 这个就是之前的那个tas的 tas的 就是在init里面已经传入 把那个 那个任务列表的 这相当于任务列表的指针 就是这个tas的 然后这里面有个方形 这个方形就是就可以跳到对应的 对应的 函数里面去了 我们看一下这方形是如何定义的 主要是跟他的这些定义有关 看就是主要是通过这这个红定义 然后来跳到对应的函数里面去的 所以 所以就是说 执行这一条语句的话 就可以运行对应的函数了 就这个意思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他如何 他如何确保他的频率是对的 他的他的频率 就是这里面的 比如这50 他如何保证他每 每0.02 毫秒 然后来执行一次 这是如何保证的 首先在他的这个loop里面 首先在他的这个loop里面 会有一个 在他这个loop里面 会有一个加加 may loop加加 这个就是这个整个loop 他里面的一个计数 就是每运行一次这个loop 这个 这个计数的就会加一次 是 就是这个循环的次数 然后进来 进来的话就可以看到 嗯 看到首先看到他是这个DT DT就等于 等于刚刚就是之前Y 的 对 就 刚刚 刚刚不好意思 忘记了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 这个就是 每一个任务 他自己 有一个技术 就是记下自己 循环的圈数 我们可以看 可以查找一下他 找他的 上面 就是这个函数会调用 会让他加加一次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哪里会调用这个函数 然后 我们看他的调用关系的话 看谁调用他 在Eclipse里面有快捷键 就是 Ctrl Shift 然后加G 然后就会里面 这就会显示出 哪个地方调用了他 我们是 悬翼 所以看到悬翼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就是 还是在 这个最外面 就是在这个loop里面 会对他进行一个加加 然后进来 我们还是进到这个run里面 run里面的话 那这一条语句的意思就是 呃 就是这个 每一次他自己会有一个循环 循环的圈数是他 然后减去 last run last run 那个我们 last run 他是上一次执行该任务时 然后 所记下的圈数 我们可以找一下这个last run 那这个last run 就是执行完了这 这一个函数 last run 这个就是执行 执行 呃 该任务 然后执行完了该任务 就把它给记录下来 就是下此时外外那个外面的那个loop他循环的圈数 然后所以这个DT就表示我还插了多少圈 我还需要循环多少圈 然后才能够才能够进来才能够执行我的这个任务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第二个第二个变量 这里面有一个mainloop 那个loop rate 赫兹 这个 这个的话 这个就是在这里面 我们是 那个stm32 所以是400赫兹 这上面也会有他的定义 可以看一下他这个解释 我们来查找一下 就是在这里呢 把它设定了 把它设定 嗯 就在这设定 我们这个就是呃 如果我们定义的apm 不要的 他的就是编译的类型 如果是rdupanel的话 就是400赫兹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所以我们这里就是 这里就是400赫兹 然后400赫兹 然后再除以 除以 除以我的那个 呃 除以我这个任务所需要执行他的频率 他的频率是多少 然后就可以表示出 嗯 我应该循环多少圈 我应该循环多少圈 就我应该间隔多少圈来运行一次 间隔多少圈来运行一次 就这个意思 然后这上面的第七 是呃 我现在是多少圈 然后减去了 上上上一次执行这个函数 然后他是多少圈 就表示我已经 我已经循环了多少圈 然后这个是我需要间隔这么多圈 啊 就是这个也通过通过这这种方式 然后我们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通过他的来判断 来判断什么时候来执行这个任务 所以我们如果 所以我们就是当啊 这里面还有一个当 这个应该循环圈数少于1的话 我们把它定为1然后当呃 我们已经循环循环的圈数大于等于我们需要循环的圈数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执行这个任务 我们就可以跳到这个循环 就可以通过了 通过之后 呃 这 就是在这个判断里面 在这个判断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执行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执行 执行 来执行他的函数了 嗯 就是这里 这个执行他的函数是在这个判断的里面 但是呃 我们不仅仅需要嗯 他的和他的频率执行频率能满足 嗯 我们还需要呃 他所剩余的时间能够满足这个任务所需要的时间 就是就是说嗯 我们剩余的时间得够 这也是一个判断的依据 然后这里就会有这个时间 呃 我们这个这个就是程序所允许的最大的时间 这个 这个就是来自于 这里面的 就是来自于任务列表这个里面 就是最后呃 呃 第三个参数 就这个第三个参数 然后在这里面 嗯 当我 呃 这个就是 我能我任务所允许花的最大的时间 如果任务所允许的时间 小于我所能得到的这个时间 这个 这个time available是之前 是之前外面的这个路幅里面所得到的 就是我还有多少时间来可以来执行 可以执行呃 呃任务列表里面任务 呃 所以说这就是任务所需要的时间要小于呃 剩余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来执行 我们就可以来执行 他里面的函数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执行他了 而这个里面还需要呃 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每一个任务 就是如果有 嗯 有充足的时间我才运行这个任务 呃 就是为了保证这样 然后 这个里面还有还有 他还需要还需要完成保证一个就是我如果我所花的时间大于我就是我所执行的时间大于他所允许执行的时间的话我们要立刻弹出就是立刻跳出该任务 这啊所以这里面有个这样的判断 这个是任务呃 我们要看这个的话 这是任务所花的时间 看他是如何得到任务所花的时间 呃这里面等于闹 闹然后减去这个start 呃 我们就顺着这个来看 这个闹就是这个里面的 就是这个我们之前讲的就是记录当前当前时间 就是当前他是相当于是一个中断每一微秒来中断一次然后让他加加一次就是滴答时钟 就是当前的时间然后减去呃任务开始的这个时间然后我们找一下这个任务开始的时间 他是如何得到的 那他是在等于 他就是等于脑 呃在这里这里的话就是 刚刚所说的呃 满足了两个判断 满足了呃 他的频率能够保证到了 然后然后然后所嗯 所剩余的时间能够满足了 然后他在开始执行任务 所以在开始执行任务的时候然后把当前的时间给记录下来 嗯 嗯啊这个闹 就表示刚刚开始执行这里面的任务 所以呃这个这个 泰泰泰坑 就是说任务所花的时间 就是我现在的时间减去任务开始执行的时间就等于我这个任务 所花的时间 呃 然后 在最后在最后这个里面还有一个time 啊这个就是 用 这个是外面这个loop吗 就是外面这个loop他得到的这个时间 然后再对他进行 减去每次每个任务所 花的时间 每个任务所花时间 他就会进行一个 这样的自己的 自己的自己算 每个任务 执行完之后所剩余的时间 然后从而保证 呃正 任务列表里面的每个任务都是按照这个频率然后 呃都有这么多时间来完成 然后最大的时间如果超过这个就会弹 跳出来 嗯 这个就先 任务列表里面任务就先讲到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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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